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议中心 剧院 水疗中心 室内高尔夫球场等 是一个集购物 娱乐 会议 住宿和休闲为一体的综合型度假村 除此之外 金沙在中国内地的业务也扩张至 广州 深圳等地开设了度假村和酒店 会议及展览业务也十分发达 拥有一系列的会议中心和展览场馆 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会议和展览服务 餐饮及娱乐业务则包括了众多的餐厅 酒吧 夜总会 表演场所等 为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娱乐和美食选择 金沙扩张的同时 也不断引进国际顶级娱乐设施 提升其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 例如 在澳门开设了全球最大的室内高尔夫球场 全球最大的水舞秀剧场等等 这些设施不仅提高了金沙中国的品牌知名度 也为游客带来了更丰富的体验 在过去疫情影响下仍然保持稳健的财务表现 根据2020年上半年的财报 实现营收人民币55.4亿元 同比下降了60.9% 净亏损人民币16.4亿元 同比下降了188.6% 尽管疫情对旅游业造成巨大影响 金沙仍然积极扩大业务 提高服务水平 为日后发展打下稳固基础 通过金沙中国慈善基金会向社会捐赠资金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群 同时 亦通过各种方式推动澳门的文化和艺术发展 为澳门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金沙中国一直注重社会责任 通过各种方式回馈社会 回馈社会 在未来展望方面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金沙将继续引进国际顶级的娱乐设施 提高业务水平和品牌影响力 成为更多游客旅游的首选之一 股票价格方面 根据我们使用人工智能 综合市场经济等分析结果显示 金沙股票价值预计在2023年加息 美国加息周期 即在有新一波通胀调控措施完成前 会处于23.5到29.5的水平 但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通胀调控措施实行得利 可能会使其股价下跌至18元左右水平 同时分析亦指出 如通涨等各方面问题解决 股票价值渴望达至43元以上 相信只是2023年机会比较小了 大家都要看目前投资期 而制定投资策略哦 如果你想知道AI智能解读股票密码 对其他股票或市场评估 请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及留言给我们哦 我们现在有抽奖活动哦 在满1000订阅前 为片段按赞 订阅 急于片内留言区内输入我要会员 即可有机会 预日后获得三个月免费会员频道名额哦 最后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 本节目所述的技术分析方法 仅供参考 并竭力提供准确而可靠的资讯 但不能保证绝对无误 资讯如有错漏而令阁下蒙受损失 盖不负责 同时 节目内容仅做参考 并不构成邀约 招揽 邀请 又使 任何形式之申诉 或订立任何建议 推荐 投资涉及风险 阁下在做出投资决定时 不请运用个人独立思考能力 如因节目内容 相关建议招致损失 概与本节目无关 多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